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天是国难日 就在30年前的这一天 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遭到了血腥镇压 一群热血精英和大批无辜的市民惨遭杀害 这是不折不扣的国难 这一天更是国耻日 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北京大屠杀 以公然的暴力 公然的杀戮 公然的撒谎 公然的强横 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羞耻和屈辱的印记 这是一个永远都难以磨灭的国耻 而且十几亿赤手空拳的百姓 竟然不得不忍气吞声 忍受这样一帮杀人恶魔的统治 不得不背负这个耻辱直到今日 中共统治中国70年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恶 但是在毛泽东死后 文革的惨痛教训和胡耀邦的开明表现 让那段时间的政治空气相对宽松 善良的中国民众确实以为灾难会从此结束 正是一段宽松的时间 为人们的思想解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89年的那场民主运动 得到了各阶层的响应和支持 它实际上反映了文革后几代人反思的结果 这场民主运动更是代表着几代人的期望 人们已经初步意识到改革制度的重要性 并期盼国家能够走入正轨 建立一个对民众负责任的政府 这也是学生们在运动一开始 就提出了反官倒反腐败的最根本的原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长达50天的群众运动 展现出各界民众极高的素质 这是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 然而也是最有秩序最和平的抗议活动 运动中没有破坏过任何一个公共设施 甚至没有打坏过一块玻璃 更没有占领一个政府机构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街道办事处 整个社会的秩序和运行 一直都极为正常 可悲的是 当时极少有人想过要推翻中共的统治 即便是天安门广场上最激进的那些青年学子们 也是如此 就在这种情况下 邓小平调集了数十万野战军 向人民举起了屠刀 上万人惨遭杀害 事后 这样残忍野蛮的行径 就连一向冷血的中共统治集团 都不敢再公开提起 决策的内幕更是讳莫如深 中共当局曾经说 他们平定了一场危机中共统治的暴乱 然而 却没有任何人愿意公开领受 这个拯救中共的荣誉 中共统治集团想必他们心知肚明 他们永远都无法面对这段罪恶的历史 中共统治集团能够做的 只有不惜一些代价 将百姓们引上埋头发财之路 以所谓的经济发展 来换取他们统治的正当性 这三十年 中国的经济规模确实有了巨大的增加 这无疑是中国百姓的血汗换来的 而中共当局居然贪天之功归为己有 甚至无耻的 以此来起当年的大屠杀进行辩护 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被杀害 这种公然的罪恶 是任何经济成就都无法遮蔽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绝对不能改变中共罪恶的本质 也绝对不能掩盖中共罪恶的历史 从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出 只要有几十年的成平时期 经济都会得到巨大的发展 这是中国人吃苦耐劳 勤奋向他本性的必然结果 北京大屠杀后的这三十年 是无数中国百姓辛苦努力的三十年 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增加 在内得益于民众的人辱负重 忍受低人权低福利 在外不过是得益于世界经济一体化 和西方的绥靖政策 而中共的各级政府除了滥发钞票 借债卖地毁灭环境出卖资源 并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地方 正是由于恐惧和贪婪 在北京大屠杀之后 中共的大小官员更加拼命的寻找机会 中饱私囊 因此在表面上制造了繁荣的假象 在大小城市都建立起了无数的高楼 大量的公路铁路穿过荒山野岭 这一切的背后 却是无数的豆腐渣工程和大量的鬼城 更可怕的是 各级政府饮吃卯粮 负债累累 事到如今 中共当局刻意渲染的五彩斑斓的景象 随着经济泡沫的即将破灭 随时都会露出惨败的真相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 30年来 底层民众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 却变得越来越贫困 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 全国工人的工资收入 占GDP的比例是越来越低 中国这几十年来的情况 是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 导致这一切的根源 就是六四北京大屠杀的暴力统治模式 在不断的延伸 它剥夺了百姓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中共当局制造的六四北京大屠杀 最可怕的就是压制着中华民族向上 向善的社会风气 文革结束后 有无数的人 特别是一大批热血青年 他们愿意为这个民族付出 为这个国家牺牲 而不计个人得失 这是中华民族向上的巨大动力 就是这些人 他们也希望人们彼此有爱 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和平 他们甚至盼望中共能够纯洁 这是中华民族向善的良好展示 而这一切都被中共当局用坦克 用机枪给毁掉了 六四北京大屠杀 让中华民族再次陷入深渊 中共当局这一次对中华民族的伤害 绝对不亚于文革 在中共当局的姑且和纵容之下 整个国家出现了令人战利的道德堕落 当然最严重的就是中共各级干部的大面积堕落和腐败 伴随着中共各级政权的腐败堕落 毒奶粉 毒疫苗 有毒食品等问题也是层出不穷 中共把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相互伤害 弱肉强食的丛林 这一切都源自六四北京大屠杀 中共犯下的最大的罪恶 不仅是屠杀了无数的精英 更是毁灭了中华民族良善向上的道德风起 30年后的今天 这个拥有数百万军队 数百万武警和警察的政权 在看似强大的外表之下 其实早已虚弱不堪 百姓的一场聚会 百姓的一句话 都会让这个政权惊恐不安 任何涉及六四北京大屠杀的信息 更是让他们心惊肉跳 他们害怕人们知道中共的任何罪恶历史 可见他们已经虚弱到了何等的程度 中共当局知道 他们统治中国70年 犯下了无数的罪恶 天下的百姓都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已经人心丧尽 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暴力 暴力可以消灭生命 暴力可以压制批评的声音 但暴力绝对不能消灭人性 不能消灭良知 暴力可以封锁国门 暴力可以封锁校园 但暴力绝对不能封锁记忆 绝对不能封锁历史 历史不会离开 记忆不会中断 这场有千百万人经历和见证的民主运动 永远都不可能被遗忘 中共当局知道这场大屠杀 也绝对不可能被饶暑 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 罪恶一定会得到审判 这一天注定会到来 六四大屠杀是国人无法磨灭的苦难记忆 更是中共无法躲避的噩梦 人们不敢公开的诉说这场大屠杀 并不等于他们忘记了这场大屠杀 就算有人不知道六四北京大屠杀 但他们也会知道 中共当局其他鱼肉百姓残害民众 荼毒国家的罪恶 中共当局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欺骗民众 事实上 为了维护他们的独裁政权 他们早已是不惜一切代价 用在维稳上的费用已经超过了军费 只是一旦经济停滞 这巨额的维稳经费就会无处筹措 那样中共的镇压机器势必就会失效 那中共政权就会陷入绝境 值得注意的是 30年后的今天 中共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 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国内 劳动人口已经明显开始减少 重要的是 新一代农民工也不会再像他的父辈那样 人气吞声 这些年 工人罢工此起彼伏 特别是 罢工工人已经从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进展为追求政治权利 从中共当局对罢工工人的打压可以看出 这些工人已经对中共的统治形成了挑战 在国际上 西方社会已经逐渐开始意识到了 中共政权对民主价值的侵蚀 和对民主制度的威胁 几天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正式用大屠杀来定义六四事件 这是美国政府近年来首次使用大屠杀一次来形容六四事件 这标志着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更可能意味着西方对中共政权绥靖政策的结束 国内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 也意味着中共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 六四北京大屠杀之后 中共统治集团虽然极力想消除人们对大屠杀的记忆 但是中共统治集团并没有放下屠刀 而是采取了更加残暴的方式统治中国 三十年间 不知道有多少的百姓死于非命 不知道有多少的民众死于人祸 从失地农民 强拆受害者 到各种人祸的受难者 到金融难民 毒奶粉 毒疫苗的受害者 十几亿中国人 几乎无人可以躲避中共的残害 到今日 中共统治集团可谓是恶贯满盈 中共可以封锁网络 控制舆论 有人或许不知道六四北京大屠杀 不知道中共以往残暴的历史 但是中共当局一再犯下无数的罪恶 却无法让亿万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忘记 沉默只是一时 地下的岩浆在运行 在奔腾 这座火山总有一天会爆发 我们已经预感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